Hello 大家好 今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在BC省是如何取得私家车的车牌 我这条片就会分开两部份来说 第一部份就是如果你在香港还没有车牌 第二部份就是如果你在香港经意有车牌 来到BC省取得车牌的程序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在香港或者其他国家是没有考过车牌的话 来到BC你就要经过三部份才可以取得到BC的车牌 第一部份就是拿你的L牌 即是Learner's License 第二部份就是拿你的N牌 即是Nova's License 第三部份就是拿你的Full Driver's License 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正式毕业了 第一部份就是要拿你的Learner's License 也就是L牌 L牌是如何取得的呢 就是你要去PASS你的BUS 你的Knowledge Test 再它会测试你的视力 如果两样都PASS 你就第一部就拿到你的Learner's License 来到第二部曲就是要拿你的N牌 也就是Nova's License 这个基本上就是你拿了L牌之后 你要有一年的 隔世经验 还要在这个隔世经验期间 是要有一位Qualified Supervisor帮着你 跟你一起联系你的駕駛 之后你就要去考这个Class 7的Road Test 路士 如果你连这个TES都PASS 恭喜你 你就拿到N牌 拿完N牌之后 你都还没正式毕业 还有第三部曲 就是拿你的Full Driver's License 当你考了N牌之后 你就需要有24个月的安全駕駛期 即是这段期间是完全 没犯过规 然后再加上考一个Class 5的路士 如果这个你都PASS 那就恭喜你 你就可以拿到Full Driver's License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或者其他国家 没有车牌的情况下 你BC考车牌 可能要超过三年的时间 如果你在香港本身已经有车牌 如果你在香港本身已经有车牌 恭喜你 你的程序就简化很多 不过也不是完全不用考的 这里可以分为两部曲 第一部曲就是要PASS 你的Knowledge Test 即是BUS 和通过你的视力测试 第二部曲就是报考 Class 5的路士Road Test 基本上如果你又PASS了的话 你就直接可以拿到Full Driver's License 好处就是当你PASS了BUS加上视力之后 你就直接可以报考Class 5的路士 中间是不需要在加拿大累积到一定的駕駛经验 或者駕駛的连习 不过想强调多一点 你在香港必须最少有两年的駕駛经验 才可以走这条捷径 你亦都需要有相关的文件 去证明到 香港是at least有两年的駕駛经验 可能你都知道 其实香港的车牌上面 是没有说你何时考到车牌 即是它是没有联明 你有多少年的experience 所以 你就要去运输署申请一份文件 这份文件就叫做駕駛执照细节证明书 我在Description box 都会加一条link是如何申请到这个文件 这份文件上面就会列明你是何时开始取得车牌 亦都会列明你有没有过去被人 盯过牌照 照销牌照等等 有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份文件 或者可以证明你有两年駕駛经验的任何文件 一定要是你考不市当日交给ICBC的人员 因为ICBC是由你考不市那天开始 它已经要在它的电脑那里 列明你究竟是一个 brand new的 学车的学生 还是你是 已经有一定的经验 你是可以踢快线 所以很重要就是不市那天就已经要 present这份文件给他们 也都记住带你的香港车牌 和你要带两件ID的证明文件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要留意 就是当你考不市那天 它就会没收你的香港駕駛执照 因为BC省的政府就认为 如果你要拿它的省份的駕駛执照 你就不可以同时拥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駕駛执照 ICBC的不市 其实就是一个50条题目的multiple choice 你是必须要适合40题 也就是8成才可以pass 不市或者其他的老师 都很容易可以在ICBC的website 那里可以报考 我会放在连续里面 不过排期现在就没那么快 因为疫情的关系 随时可能都要等两个月三个月 如果你亲身去到ICBC的centa 去报读这个不市 他就会给你一本书 回去mike 如果你在online book 这个考试都不要紧 他online都有个pdf版 我相信我 如果找到的话 我就放在连续里面 当然你乖乖的 整本书肯定是最好的 但如果你嫌麻烦 又不想看书 看那么多字 亦都有一些practice test 你可以做的 ICBC 自己就有一个认可的practice test 你可以做的 亦都有一些 不是官方的practice test 我觉得自己做过也挺好的 所以你狂操这些 mock test 其实你都九成有pass 所有我用过的mock quiz 的website 加上ICBC认可的practice test 我都会放在下面 还有留意 你要记住 询查一下你的隔鞋 instructor 或者你的隔鞋 学员 是不是ICBC认可 因为如果你遇到 冒牌经营 就糟了 所以我都会在下面 description 给个link 可以看到 所有BC认可的隔鞋 学员 好了 我现在预先在这里 祝大家 考试成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 就可以给个like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关于加拿大的影片 就记得subscribe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